妻子柳如烟的前男友出现在婚礼现场 他竟然顾不上和我宣誓 直接从台上提着裙子跳了下去 冲到前男友伊藤成面前 因为伊藤成牵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的脸和柳如烟气氛相似 柳如烟死死盯着那个女人的脸 浓浓的新娘装都遮掩不了他脸上的恶然 伊藤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向来对他捧着哄着的伊藤成 此刻却神情冷淡 如烟 他是我的女友张宁 我们过来 是为了祝福你新婚快乐 叫张宁的女人则对着柳如烟笑了笑 柳小姐 多谢你这几年照顾腾成 他将头靠在伊藤成肩膀上 与气挑衅 毕竟这些年来 腾成一直把你当做我的替身呢 柳如烟脸色苍白 伊藤成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把我当成他的替身 所以这些年 你捧着我 当我的舔狗 任我怎么打骂你都不离开的原因 就是这个 伊藤成避开他谴责的视线 抱歉 这点是我对不起你 但过去那几年 你侦辱我很多次 也扯平了不是吗 所有来宾 包括台上的我 都愣愣地看着他们三人 婚礼现场音乐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他们三人的纠葛 被大家听得一清二楚 好 真有你的 伊藤成 柳如烟红着眼扬起手 伊藤成闭上了眼 可下一秒 张宁抓住了他的手腕 柳小姐 现在腾成是我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舔狗 麻烦你对他尊重的 柳如烟本来脾气就不好 哪能容得如此挑衅 一把摔掉捧花 就和张宁撕打在一起 你扇我耳光 我拽你头发 好好的婚礼现场 变成了两个泼妇撕扯的菜式 来宾诧意无嘴 窃窃私语 我爸妈和柳家 双亲戚的脸色发青 安保 安保呢 还不快搭开 我终于从呆治中反应过来 试图阻拦 已经失去理智的柳如烟 如烟 你冷静点 却不想被他扭头 腥红着眼朝我怒斥 滚开 紧接着我被他用力推开 头狠狠撞在了柱子上 两眼发黑昏过去的前一秒 我想的是 柳如烟 你还记得今天是我们的婚礼吗 如果说 我和柳如烟 拿的是青梅竹马的甜蛋剧本 那一腾成之于他 就是舔狗深情四海 结果到头来却发现 舔狗只是把他当替身的虐恋 一边是平淡的青梅竹马 一边是抓心脑肺的追赴火葬场 哪个更加狗血 一目了然 其实一腾成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柳如烟不是这样子的 那时的他 面对一腾成 极度冷淡又不耐烦 他说他最讨厌猎女 怕蝉狼的把戏 所以他永远不会多看一腾成一眼 我信了 可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 柳如烟会在几年后 为了这个他曾经不屑一顾的舔狗 而毁掉了我们的婚礼 而我 自信有和柳如烟一同长大的情分 自施婚约 从不将一腾成放在眼里 以至于今天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两家婚礼被毁 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争风吃醋 将我和技嘉的面子生生 踩在脚底下摩擦 这个代价 真的太痛了 我的心也是活生生的肉做的 也是会疼会难受的 所以 我决定放过柳如烟 也放过我自己 这个婚 还是别结了吧 从医院醒来后 我看着围在我身边 还穿着凌乱婚纱的柳如烟 淡淡说出这句话 他变了脸色 慌忙冲到我床边 拉起我的手 纪博达 今天是我搞砸了 我对不起你 可你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 我们已经领证了 我只觉得非常疲惫 那就去民政局登记离婚 不 不要 他拼命摇头 可我却看向病房外 犹豫着是不是要上来的一腾成问 为什么不呢 一腾成还在等着你呢 柳如烟的手颤抖起来 眼神闪烁 不 纪博达 你相信我 我喜欢的人是你 算了 如果你的喜欢就是当着全程的面 毁掉我的婚礼的话 那这样的喜欢 你还是留给别人吧 我失望地打断柳如烟的话 可这时候一腾成却冲了上来 为柳如烟打抱不平 纪博达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明明知道如烟有多爱你的 无论我怎么纠缠他 最后他还不是选择和你结婚 他眼中飞快闪过一丝嫉妒 脸上的表情仿佛在指责我不懂珍惜 真可笑啊 一腾成有什么立场来指责我 他是插足我和柳如烟之间 长达三年的小三 在我结婚的时候 故意带着其他女人来激怒柳如烟 如果说他是无意的 谁信 我冷笑一声 柳如烟脸上满是受伤之色 他抓紧了婚纱的裙板 这条婚纱是我花了大力气 请欧洲著名婚纱设计师 为柳如烟专门定夺的 可现在 洁白无暇的婚纱破组 沾染了污渍 就如同我们这段感情 终于是走到了不得善终的这一步 柳如烟的见我的视线 死死盯着他破损的婚纱 才意识到自己今天都干了什么 他咬着唇 捂住脸乌哭了起来 纵然有记留两家金利亚消息 柳如烟为了另一个男人 当着众人的面 与其他女人争风吃醋的消息 还是传了出去 一时间 记家大少爷头上长出 布伦贝尔大草原成了网络热格 公司股价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为了挽回这一切 我最近都抛在公司加班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发了数条短信 我都无暇离婚 她的闺蜜给我发消息 纪博达 你真就这么绝情 要和如烟一刀两断吗 如烟最近为了你要离婚这件事 整天买罪 紧随而来的是柳如烟 在斑斓的酒吧灯光下 醉得不省人事的小视频 视频里 她一直在抽噎着 喊我的名字说对不起 她闺蜜又发来一段语音 我们已经骂过如烟了 她已经知道错了 她从小就冲动一弄 你又不是不知道 都怪那个一腾成 好端端的跑来婚礼现场 如烟可就咽不下这口气 才出手的吗 我寻思着 你们也是从小长大的情分 不至于就因为这点事 就走上绝路了对不对 她还给了个酒吧定位 你快来接如烟吧 她现在除了你 谁也拉不走她 我揉了揉太阳穴 叹气 抬手看表 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这个时间点 还在外面喝得醉醺醺 确实不安全 我想了想 还是拿起外衣 驱车赶到了酒吧 然而还没等我下车 就见一腾成 扶着醉醺醺的柳如烟 从酒吧里走出来 喝得晕晕乎乎的柳如烟 像是五尾熊一样 挂着一腾成身上 她眯着眼看一腾成 恍然大悟 是你啊 一腾成 一腾成温柔地看着她 是我 我来接你回家 柳如烟嘻嘻笑了一下 继而又猛地将她推开 我不要你来接我 我要记博打 你是个坏人 你明明只是把我当替身 她控诉着一腾成 声音渐渐开始委屈 大家都嘲笑你是舔狗 你都不解释 是不是就等着我结婚的时候 把那个女人带到我面前 打我的脸 看我的笑话 我知道 你想报复我 想报复我的高高在上 我对你的吃之以鼻 一腾成上前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躯 是 我就是想报复你 想看你这个千金大小姐 从高处跌落的样子 她满脸隐忍 如烟 过去三年 一开始我确实是把你当替身 可我追求你 用的也是我的真心 你对我弃之如鼻 我做梦都想让你也尝尝 这些年我受的委屈 一腾成眼眶通红 可是 婚礼那天我看你失控 我还是心软了 如烟 我对你是不是真爱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没发觉吗 柳如烟呆呆呆地看着她 一腾成 张宁是我以前的学姐 我承认 我曾经暗恋过她 可她离我是那么的遥远 只有你 如烟 只有你是我付出了百分百真心对待 她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 捂住嘴 你说的都是真的 一腾成点头 柳如烟再也忍不住 扑上她的怀里 两人紧紧相拥 继而吻在了一起 围观的路人都为这对情意绵绵的爱与喝彩 而我 则像个看戏的局外人 缓缓走进这对有情人身边 他们太过投入 竟然都没发现我的到来 柳如烟的闺蜜尴尬地看着我 纪博答 这一腾成是和我们恰好碰到的 我自嘲一笑 只觉得方才还在担心 柳如烟的自己是个绝世大傻逼 是啊 她还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舔狗一腾成 我又何必出现在这里自取欺辱 柳如烟 我平静地喊她的名字 柳如烟从一腾成怀里露出脸来 柳如烟的视线接触到我的之后 顿时清明了几分 她慌张地从一腾成怀中挣脱 纪博答 我摇摇头 不必解释 明天恰好是工作日 九点半 我在明镇局等你 纪博答 她见我语气坚定 急得上前拽住我的手 纪博答 我们已经领证了 我是你的妻子 婚礼还可以再办 这次 这次由我来筹备好不好 你不要赌气 离婚没那么简单 我看着一旁面色阴沉的一腾成 可你刚刚和她还深情拥吻在一起 那个时候 你有当自己是我的妻子吗 柳如烟面色煞白 嘴唇如动 我喝醉了 原来女人犯错 也会用酒后乱性来当作遮羞不安 我什么也没说 转身离开 无视柳如烟在我身后的追赶和呼喊 一腾成拉住她 如烟 你看看我 纪博答根本就不如我爱你 她不相信 有那么一刻 我是想停下来她争执理论的 我还要怎么相信柳如烟 在一腾成缠上柳如烟的这三年里 我眼睁睁看着柳如烟 从对她的冷漠和无视 到心软连细 她就是我喉尖咽不下 又吐不出来的一根刺 我不是没有察觉到柳如烟的心 开始在我和她之间有语 可就是因为我太相信她 太相信过去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 所以才走到今天这地步 一腾成竟然还觉得我不信任柳如烟 可笑 难道真得她们俩上一张床睡了 逮到现场了 我才有提离婚的资格吗 还是说 我就该忍着她们俩这若有肆无的暧昧 怀着猜忌的心思过一辈子 拳头钻紧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算了 我和一腾成这种小三计较什么呢 她就是想激怒我 想让我和她大打出手 让我因为柳如烟事态崩溃吧 但我有自己的骄傲 我绝不会为了个女人就要死要活 和其他男人大打出手给人看笑话 回到家 我看着柳如烟不断打过来的电话 直接全部暗断 只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上午九点半 明镇局见面 然后就关掉了手机 隔天 不出意料的 我在明镇局面前等了一个上午 也没等到柳如烟 相反 我却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你赶紧回来一趟 如烟上门了 我匆匆赶回家 刚上门 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妈叫我赶紧回来 只见她直挺挺地跪在我家的客厅 跪在我父母面前 伯父 伯母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冲动毁掉了婚礼 但我是爱纪伯达的 她现在要和我离婚 你们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我不想和她离婚 我想和她过一辈子 柳如烟也是我爸妈看着长大的 她这样跪在我父母面前 我父母又怎么好责怪她 这是道德绑架 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玉气 冲过去将她拉起来 你来做什么 柳如烟见我回来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她一把抱住我 纪伯达 你回来了 我是来找伯父伯母 道歉求原谅的 我已经联系好了 新的婚庆公司 也做好了蜜月计划 你看我们先去北欧看极光 然后去澳洲潜水 恶心 好恶心 她怎么能昨晚 还和一腾成拥吻在一起 今天就找到我家里来说这些 是我过去对她太百一百顺了 所以才会让她这样有恃无苦吗 我将她推出门外 冷声警告 柳如烟 昨晚发生的事我不会忘记 既然明正局你不愿意去 那我就起诉离婚 柳如烟被我推出门外 她似乎是想不到 有朝一日我会这样粗暴地对待她 满脸的不可置信 纪伯达 纪伯达 她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我只是喝多了才犯了个错 你能不能不要揪着不放 我发誓之前 我和一腾成都没有余句过 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冷冷看着她 不好意思 我心眼小 我不会原谅你的 别再来打扰我的父母 你也不希望你爸妈和我爸妈 连朋友都没得做吧 柳如烟脸色灰败 但仍盖着倔强 我不走 除非你愿意原谅我 那随你 我直接关上了大门 吃晚饭的时候 我妈还往落地窗外看了一眼 如烟还在呢 要不要 我把陈生打断她的话 孩子们的事你不要插手 我也寻声看过去 只见柳如烟双手抱膝盖 坐在我家院子里 看不出任何想要放弃的意思 天空阴云密布 很快就下起了大雨 柳如烟呆呆呆地抬头 看了看天空 然后又看向屋子里的我 她被淋成了一个落汤鸡 柳如烟何曾有过这样落魄的模样 她是柳家的千金大小姐 父母的掌中宝 穿着打扮无一不精致 出现在人前必定要咽压群芳 可如今 她精心养护的头发被雨打得乱糟糟 身上的衣服湿透了 看上去凄惨无比 她和我隔着落地窗对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心脏 居然发现那里一片平静 似乎我再也不会因为她的心痛 或者心动了 或许也是看懂了我漠然的神色 柳如烟咬着唇 眼眶渐渐红了 她还在奢求什么呢 我对她的担心吗 院子里明明有可以避雨的亭子 她非要把自己淋个势头 无非就是想让我心冷 可我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我妈不忍心看 收拾碗筷去了厨房 我爸叹气 这样淋下去不是办法 要不还是让她上来先避个雨吧 我轻轻摇头 不用 然后我当着柳如烟的面 拨通了一腾成的电话 一腾成很快就赶到了我家别墅门外 我用电子开关打开了大门让她上来 只不过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着那个叫张宁的女人 柳如烟一见一腾成 贬着嘴 强惹了半天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 往她那边靠了几步 却在一腾成身后见到张宁后 顿时变了脸色 调泼大于掩盖了她们的交谈声 我看见一腾成试图伸手去拉柳如烟 她却像是遭到了巨大的背叛一样 用力甩开她的手冲了出去 一腾成一顿 立刻举着伞追着柳如烟跑 只留下张宁被雨林了一身 看着这一幕 我嘴边不自觉挂起了嘲讽的笑 然而下一刻 张宁却转过身来 被雨淋湿的她 脸上不见任何狼狈仓皇之色 她和我对视了两秒 竟然朝我笑了笑 然后走上台阶 敲响了大门 我思考了两秒 还是给她开了门 我叫张宁 你结婚那天我们见过的 不介意我在你家里避雨吧 其实我对她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恶难 和一腾成同柳如烟的爱恨纠葛比起来 她这个所谓的白月光 反倒更像个工具人 尤其是刚刚 一腾成毫不犹豫地扔下她一个人 跑去追柳如烟 让我觉得她也蛮可怜的 却没想到 张宁仿佛能够看透我的想法 觉得我可怜 她一边拿着毛巾擦湿透了的头发 一边笑着问我 我突然发现 一腾成和柳如烟蛮般配的 我这么说 你不会介意吧 我耸耸肩 有什么好介意的 最介意的时候 柳如烟不也没顾及我的请求 还不是和一腾成年年忽忽偶断丝连 张宁看着我 面上闪过一丝愧色 毁了你的婚礼 我很抱歉 如今我已经能心平气和地 回忆那场闹剧一样的婚礼 我摇摇头 赛翁是马烟之飞服 如果那天婚礼照常举行 我恐怕什么时候 被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 想到柳如烟和一腾成 在酒吧外毫不避讳地拥吻 我现在觉得 没能举办下去婚礼也是好事 只不过就是离婚症有点麻烦 当初就不该先领证后办婚礼了 张宁突然踏了口气 望着窗外的雨 和我讲起了他和一腾成的往事 说起来 我现在也搞不清 我和一腾成到底算什么关系 他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从小就喜欢黏着我 姐姐长姐姐短的 我也是出国后 才从朋友的口中知道 一腾成一直暗恋我 他也确实表现出了喜欢我的样子 甚至我回国后 他还热烈地向我告白 直到他带着我参加女人婚女 他自嘲地笑笑 我才知道他原来还有一个纠缠了三年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 还和我长得很像 他说 他只是太思念我了 所以找了一个替身寄托感情 怎么就这么可笑呢 这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 张宁其实也是个受害者 是一腾成和柳如烟两人 令人作呕的感情中的受害者 实不相瞒 我刚才对一腾成甩下我的举动很生气 他在我心里已经是前男友了 但我张宁咽不下这口气 他很快便收起脸上怅然失落的神色 反而看着我 你呢 季先生 你就乐意放过他们吗 我沉默不语 他轻轻一笑 我们一起 联手报复他们吧 很快我就知道张宁的报复手段是什么了 他拷贝了家里的摄像头监控录像 截取了柳如烟和一腾成激战的一段 直接找上了我 原来那天大雨 柳如烟最后是被一腾成带回了他的家里 而或许是伤心也好 失望也罢 柳如烟在一腾成的温身安抚下失去了理智 两人很快抱在一起 越过了那条边界 我关掉了视频 张宁见我面无一色 才说道 我拿给你 是听说柳如烟现在都不愿意和你领离婚症 你有了这个 这样他才有机会抓到他们出轨的铁证 居然能在男友甩下他的短短几分钟 就想好了怎么报复回去 张宁这个女人 还真是可怕 他脚狭的笑 是不是故意的很重要 重要的是 我因此拿到了有利于我们的证据不是吗 谁让一腾成住我的房子 还敢带别的女人回去 这不是他应得的报应吗 我看着他 突然说到 一腾成怎么会把柳如烟当做你的替身 你是你 她是她 你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人 柳如烟是个被宠坏的小女孩 只会流着眼泪伤害最爱他的人 张宁可比他有手段多了 如果真的想争一腾成 一百个柳如烟放在他面前也不够看 考虑到和柳家的关系 我没有如张宁的建议 把这段视频公之于众 但我还是给了柳府看了这段视频 可笑的是 柳如烟分明已经和一腾成住到了一起 却仍然瞒着家里 柳家甚至还在继续筹备着重新举办婚礼的事 直到我把视频播放给柳府看 他才知道自己的好女儿在外面干了什么 看着他铁青的脸色 我说道 伯伯 我和如烟的婚事到此为止吧 我不想最后撕破脸很难看 但他一直拖着不和我离婚 还麻烦伯伯您帮忙劝劝 然后我留下一份离婚协议告辞 不知道柳府是怎么和柳如烟说的 反正一个月后 我如愿以偿地领到了离婚证 柳如烟戴着墨镜 板着一张俏脸 丝毫没有之前追着我求原谅的样子 一腾成全程搂着他的肩 像是宣誓主权一样 得意而挑衅地看着我 看样子 柳府应当没有把视频的事告诉柳如烟 我不欲搭理这两个人 自从看到视频里他们赤裸着抱在一起 柳如烟在我心中的形象就一落千丈 我当初捧在手心呵护的女孩 连拥抱都不敢太用力 生怕吓到她 可她却这么不珍惜自己 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交付给了其他男人 对他俩 我已经无话可说 在离婚证正要盖章的前一秒 柳如烟叫住了我 她摘下墨镜 仰起下巴 记博答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后悔 我只希望她不要后悔才是 我直接对向工作人员说道 麻烦您快点 我之后还有事要办 柳如烟见状 咬住唇 赌气地重新戴上墨镜 拿到离婚证那一刻 伊藤诚捧着柳如烟的脸用力亲了一下 然后笑着对我说 记博答 如烟最终还是我的人了 他的样子 仿佛是打了圣仗凯旋归来的将军 我轻吃 那我祝你们百年好活了 这个蠢活 且让他得意几天 拿到离婚证后 柳如烟仿佛是破罐子破摔 干脆直接和伊藤诚同居了 并且每天都要发秀恩爱的照片在朋友圈 这点浅薄的心思我一眼看穿 他这是故意秀给我看的 但这点恩爱又有什么用 他知道自己和伊藤诚同居的那套房子 甚至是张宁名下的马 张宁的报复手段相当激烈粗暴 得知我成功和柳如烟离婚 并在记事集团的官方账号下 正式发布了和柳家结绑的通告后 他把伊藤诚和柳如烟的视频 发到了伊藤诚就职的公司和他的朋友圈里 他甚至贴心地给柳如烟打了马 却没给伊藤诚留任何折断 直接就是个大型的射死 伊藤诚本来在一家头部广告设计公司做设计师 正和同期的同事竞争设计总监的位置 因为这个视频的缘故 他陷入了桃色丑闻 总监的位置与他实质交比 甚至抢导众人推 有人扒出他曾经面试时提供的方案是抄袭 因而被公司解雾 而与此同时 张宁则火速处理了名下的房产 他直接找人将伊藤诚和柳如烟置办东西 全部扔到了楼下 伊藤诚还有连找物业的麻烦 结果被物业对了回去 物业说 你是这里的业主吗 不是就别啰嗦 伊藤诚一下子就闭嘴了 灰溜溜地收拾东西另外找地方住 现在他丢了工作 住的只是个挤得落不下脚的小公寓 活该 谁叫他敢利用我 张宁话里满是解气 他处理掉房产就准备再次出国了 临走前他特意过来告知我伊藤诚的下场 我笑笑 给他递了一张我助理的明天 张小姐 我很欣赏你这样果决的性格和超强的执行力 如果以后还想回国发展 可以考虑就职即使 他爽朗地笑笑 抽走那张明天 希望以后能有这个机会和季先生共识 不过现在 我还是想先看看这个世界 张宁向我告别 之后的日子里 柳如烟和伊藤诚的消息时不时会传到我跟前 据说因为和我领了离婚证而赌气的柳如烟 竟然直接把伊藤诚带回了柳家 耿着脖子和柳夫叫板 说要嫁给伊藤诚 而伊藤诚比识丢了工作 名声在圈子里也坏透了 柳家除非脑子有病 否则根本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 结果柳如烟仿佛脑袋上了水一样 见父母不答应这门婚事 竟然直接未婚先孕 试图逼婚 柳家妥协了 他们没脸邀请我家参加婚礼 我知道这个消息 还是柳如烟的闺蜜告诉我的 他叹气 纪博达 你和如烟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 其实我看得出来 如烟内心还是记惯你的 他非要和伊藤诚结婚 未尝不是和你赌气 那是他自己的人生 你现在来找我说这些 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淡淡说到 他闺蜜旁敲侧击 你对如烟当真没有感情吗 他现在和伊藤诚还没领证 如果你改主意了 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 我冷笑着打断他的话 来得及接盘他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到底是给了你们什么错觉 会让你们觉得 我会无条件包容柳如烟的任性 我以为我坚持要离婚 态度就已经很明确了 我不管这话是柳如烟 让你来试探我 还是你自己想问的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 和柳如烟分开 我永远不后悔 我祝他和伊藤诚新婚快乐 两人所死 千万别放出来 和和其他人了 记不答我不是那个意思 懒得听他辩解 我干脆拉黑了 所有帮柳如烟 说话的人的号码 柳如烟这些好姐妹 当初他和伊藤诚 拉拉扯扯纠缠不清的时候 没一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反而一直要我心宽点 男人心眼不要那么小 临到了现在 他们又开始希望 我也上演一场抢婚闹酒 搞不好之前我和柳如烟结婚 他们也是这样怂恿伊藤诚的 真无语 得知柳如烟结婚 我妈还有点不服气 觉得我落后一步就是输了 于是各种张罗着为我相亲 我倒是无所谓 和柳如烟这一段青梅竹马 最终分道扬镳的感情 让我短时间内不想再谈恋爱了 反而是一门心思 一藤诚的手到处寒暄 听说和柳如烟结婚后 柳家捏着鼻子 把一藤诚安排上了自家的公司 但一藤诚对管理一窍不通 又自持驸马爷的身份 一上公司就得罪了不少元老 甚至柳家的营销部门 因为他的指手画脚而集体离职 这把柳夫气得够强 一来二去的上了医院 这次上夜晚宴 才不得以让这个女婿和女儿一起出面 刷个脸的同时 也是为了拉一下合作 我的位置被主办方安排在了最前面 李小姐领着我往前排走去的时候 恰好和柳如烟和一藤诚迎面碰上 她眼见我身边没有带女们 脸上明显略过一丝惊喜 纪伯达 她和我打招呼 可我却视而不见 直接越过她走了 晚宴结束 我刚走出宴会厅 袖子就被一只小手给拉住 扭头一看 竟然是柳如烟 我皱眉俯开她的手 弹了弹袖口 她注意到我的动作 原本带着笑的脸一僵 但竟然又扬起了笑影 纪伯达 没想到你也来了 我默然地看着她 柳如烟被我这样的眼神一次 略显慌问地撇开脸 你是不是还在记恨我和一藤诚结婚的事 和我分开后 你也一直没有交女朋友 我闻念 只觉得无语 她到底是有多自信 才会觉得我还会惦记一个已婚孕妇 我有那么计可吗 见我不说话 她有些难堪 我知道 当初我和一藤诚结婚是我任性 我对不起你 如果你想要任何补偿 我都愿意 说着她像是要现身一样 大无畏地闭上了眼 我直接扭头就走 柳如烟见状慌忙追上来 纪伯达 纪伯达 你等等 她一把扯住我的衣角 雨带哽咽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 但我们柳家和纪家 还有交情的对不对 你能不能帮帮我 原来 自从柳父被弃病之后 公司群龙无首 一藤诚根本压不住这群老油条 柳如烟又对公司业务一窍不通 两人在公司快要被架空了 眼看着祖宗基业都要被人抢走 柳如烟才不得已带着一藤诚来 出席各种商业晚宴 就是为了找人帮忙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 显然没有人愿意帮忙 那我又为啥非要凑上去做这个冤大头 我淡淡说 以后你孩子出生 我会给包个大红包的 说吧 我甩开柳如烟离开 可没想到的是 隔天 一藤诚居然找到我公司来 你为什么不帮帮如烟 他上来就是质问 我无语极了 我凭什么帮他 所以昨晚在宴会厅门口 难怪一藤诚不见踪影 原来是知道柳如烟要来找我 他不好意思留下来陪他一起等 所以自己先跑了呀 就这种胆小鬼 还有脸来找我质问我为什么不帮忙 我欠你的吗 我欠柳如烟的吗 你们自己捅的篓子 没人帮忙善后了 就想起我来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 一藤诚脸色变坏 咬牙向我低了头 我承认 是我耍了手段心机 从你身边抢走了柳如烟 但一马归一马 柳家不是和你鸡家有交情吗 看在这交情的份上 帮个忙吧 见我不为所动 他仗红了脸 纪伯达 你是不是非要我和如烟离婚 把如烟还给你 你才愿意帮忙 我听了这话大惊失色 赶紧叫来保安把一藤诚赶了出去 我怕他再说下去 就真的要和柳如烟离婚了 这怎么行 不过我虽然赶走了无理取贸的一藤诚 但我爸到底是看在柳夫的面子上 还是出手帮柳家度过了这一次的难关 经过这件事之后 柳夫出院特意还上门来致谢 他拉着我爸的手 眼眶都红了 老鸡啊 是我没有交好女儿 太任性了 才这样伤害纪伯达 是我对不起你们纪家 我知道 当初我和柳如烟定下婚约 一是我们俩有感情 二是柳夫看中我的能力 想把公司托付给我 让柳如烟能无忧无虑生活一辈子 可谁能想到半路会杀出个一藤诚 而柳如烟还和他闹出了这样的丑事 现在这个女婿 不把他柳家的积累祸祸祸光就是谢天谢地 我爸告诉我 柳夫已经对柳如烟和一藤诚两口子彻底失望了 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 大号已经废了 只能寄希望于小号 然而没过多久 我就听说柳如烟流产了 还和一藤诚闹起了离婚 我已经很久没听说他们两口子的消息 这还是我一哥们和我八卦的 你还记不记得一藤诚身边那个长得很像如烟的女人 一藤诚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 居然还在微信上各种联系人家 被如烟发现后两人大吵大闹 他捂着嘴偷笑 结果一藤诚没怎么着 反倒把柳伯伯给气得又住了院 现在柳伯伯醒了要赶着两口子走 柳如烟不愿意 他觉得是一藤诚拖累了他 现在又闹着要和一藤诚离婚了 我笑笑 拿起桌上带审批的项目书 说完了 说完就滚蛋 别打扰我工作 柳如烟最终还是和一藤诚离了婚 但代价是柳家父母对他彻底失望 懒得再管他 柳如烟离婚之后还上门来找不完 他以为我一直不结婚是在等他 结果张宁从我家里走出来 挑着没看他 柳小姐 好久不见了 柳如烟的脸刷得一下变得苍白 他颤抖着手 指着张宁控制不住的尖声质问 纪伯达 你和他在一起 我皱皱眉 和你有关系吗 不 我不允许 他扑上来想要拉我 却被张宁一把推出能外 柳小姐 这世界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纪伯达想要和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 别忘了 你们早已没有任何关系 柳如烟没站稳 摔坐在地上 他疼得面目扭曲 可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 根本没有上千付他的意思 他红了眼眶 泪水在眼眶里打断 你走吧 别再来找我了 从你当初冲下台 为了伊藤城毁掉婚礼开始 我们就再回不到从前了 柳如烟满脸溃毁 他流着眼泪 我后悔了 后悔了行不行 我轻轻说道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是一句后悔 就能抹去对他人的所有伤害 在柳如烟的哭声中 我关上了门 张宁则挥着手中的一叠文件 纪总 协议签好了 接下来就请多指教了 他这两年在国外创业 做了一个很不错的项目 但资金遇到了困难 于是想起了我 张宁出现在这里 也是刚下飞机就来找我签约 结果恰巧撞见柳如烟找上门 还被柳如烟误会了 他笑笑 说来也巧 我回国伊藤城也在机场堵着我 以为我回来还是对他旧情难忘 纪总 你说为什么有些人眼里 就只有情情爱爱搞事业不相吗 我也笑了 所以这就是伊藤城 好好的柳家女婿 都当不下去的原因啊 张宁爽朗一笑 朝我伸出手 那心亏纪总不是恋爱脑 以后就请纪总多多关照 我回握住他的手 多多关照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